看今日 西藏军区某炮兵旅在海拔4600米的藏南地域 展开了一场跨州野实弹射击演练 官兵在克服低温缺氧恶劣环境的同时 通过模拟处置各种突发情况 有效提高官兵活力 灵活运用能力 演练在早上6点开始 温度低至零下10度 官兵们在微光条件下分成两个批次 向几十公里外的观察所和炮阵地隐蔽开进 机动途中 先遣分队传来敌情通报 加流炮分队向开阔地域疏散展开 迅速构筑火炮攻势 对敌目标进行剑苗火力打击 为战场纵身突进 开辟通路 四炮我所示意的一些准备 全联军 你们上 火力打击完成后 官兵们立即转移到下一个炮阵地 还没休息 观察所再次传来敌情通报 阵地中意 发现敌部分兵力向4679高地机动 立即对齐 实施拦阻设计完毕 流炮分队在接到命令后 采取骑射 急促射等方式 拖延敌兵力支援 演练一直持续到晚上 为了保证火力打击效果 官兵们采取照明弹和杀爆弹混合设计的方式 对敌模拟嵌豪内目标进行火力覆盖 检验了官兵在高原高寒3D条件下 连续作战能力和战场生存能力 提高了部队 火力打击和整体训练水平